电影云娜 与你解忧 其实没事的时候 加蒂斯就会来到森林里观赏各种鸟类 加蒂斯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那就是他是一位男童 他捡到了一张陌生男人的照片 便喜欢上了这个男人 晚上 加蒂斯一个人打着桌球 这时 一位胡子书过来搭讪了加蒂斯 加蒂斯心有所属了 所以没有和胡子书聊下去 这天 加蒂斯到农场行逛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悬浮的农用拖拉机 加蒂斯检查了一番 发现这个拖拉机坏掉了 碰巧小梅从这经过 小梅可是一位机器天才 在小梅的帮助下 加蒂斯成功启动了这台拖拉机 就在加蒂斯准备开动的时候 拖拉机再一次发生的鼓掌坏掉了 加蒂斯觉得很扫兴 准备回家做饭 打开家门的一瞬间 加蒂斯傻眼了 加蒂斯遇见了另一个自己 加蒂斯二号 原来那个拖拉机将加蒂斯带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中 更让加蒂斯惊讶的是 加蒂斯二号居然有一位男友杰克 而这个杰克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照片上的男人 加蒂斯无法面对这一切 想要回到自己的世界中 结果拖拉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拖拉机启动不了 也就代表着加蒂斯无法再回去了 于是加蒂斯二号就收留了加蒂斯 随后加蒂斯终于搞明白了 自己根本没有见过杰克 却对捡到的一张照片有感觉 那是因为平行世界中杰克就是自己的男友 第二天 加蒂斯和加蒂斯二号来到森林里观鸟 由于彼此的爱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有很多话题可聊 见加蒂斯一心想要回去 加蒂斯二号就劝加蒂斯不要回去了 留在这里不是很好吗 看得出来加蒂斯二号有点喜欢上了加蒂斯 但加蒂斯心中只有杰克 接着加蒂斯主动接近杰克并尝试去了解他 一拿而去的加蒂斯就和杰克好上了 只是抱不住火的 加蒂斯二号很快就知道杰克出轨了 只是让加蒂斯二号无法接受的是 出轨对象居然是平行时空的自己 随后加蒂斯二号和加蒂斯进行了一番交流 加蒂斯二号并没有怪罪加蒂斯 因为加蒂斯二号了解加蒂斯也了解自己 加蒂斯二号还表示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做出这种事情 听到加蒂斯二号这样说 加蒂斯感觉自己对不起自己 于是加蒂斯打算离开这里 离开加蒂斯二号和杰克 最后加蒂斯在酒吧里遇见了那位胡子书 这一次加蒂斯主动搭上了胡子书 因为加蒂斯明白了 这位胡子书才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人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